哈囉 各位 我是劍聖 再過兩個禮拜 新的通行證就要出來了 那可能是因為剛好那時候會卡到世界賽的關係 所以在今天的凌晨2點 官方他們就把最新的荒野說說給提早發布出來囉 那官方他們是有先表示說 這次也是一個小更新 小更新是蠻合力的啦 哪一次不小 對吧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次的更新內容吧 這次的通行證呢 叫做亂鬥聖誕節 場景跟介面應該會跟往年一樣喔 一整個白到爆炸 那這次的新角色叫做阿露 阿露他的角色設定呢 跟Mr.P和格爾是有所關聯的 可以看到畫面上呢 阿露他的滿級血量只有3920滴 攻擊的方式則是射出3個冰淇淋 每一下可以造成532滴 也就是1600滴左右的傷害 我覺得算是還蠻痛的一個數字 那阿露他的攻擊比較特別的一點是呢 他在擊中目標之後 會在敵人身上追加一層冰凍狀態 疊到一定的層數之後 會把那一個人給冰凍起來幾秒鐘的時間 然後限制住他的移動 看畫面下來呢 大概是要達到7到8下才會觸發這個冰凍效果 敵人如果隔一段時間都沒有受傷的話 這個冰凍狀態則會慢慢的消退掉 那大招的話是丟出一個冰河範圍 會讓經過的對手造成一個滑冰的效果 那站在上面也會慢慢的被疊加冰凍的debuff 畫面上看下來呢 這個大招是不會對敵人造成傷害的喔 拿隊友踩上去的話 我猜啦 應該也是不會有事的 再來畫面是這次更新 我認為調整最大的一個部分 關於通行陣的這個東西呢 大家都知道 通行陣如果你沒買的話 你還是可以抽到裡面的星紅角色嘛 那這次的更新 官方是把它調整為 你必須要先達到通行陣30級 才會開放那隻角色出來給你抽 意思就是 你如果以後要提早玩到新角的話 你一定要先刻到30級 你才可以玩 這個對於無刻的玩家來說 影響比較小 頂多就是你不可能在30級之前 提早玩到這隻新角色 我必須要坦白說 對於這樣的一個調整呢 我其實是有一點點的 不太能理解跟接受啦 沒關係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次的更新也推出了5個新造型 分別是爆破麥克的爆造行李猿 還有新角阿魯的冰雪國王 另外3個造型就是 噹啦 賴連動又來了 這次的連動的角色是 納泥 小辣椒 還有麥克斯 兔兔麥克斯的那個造型真的是肥到爆炸 我只能說 錢包軍對不起 我對肥肥的東西真的完全沒有抵抗力 然後關於經營造型的部分呢 官方是說會把它變得更 blingbling一點 更閃亮亮的喔 那在後面的Botalk就是有關於世界賽的一些消息等等的 那在更後面呢 就是這次的最後的更新 關於地圖編輯器的部分 玩家之後所設計出來的地圖 已經可以投稿了喔 在之後編輯器的畫面上面 多了一個遞交的按鈕 但是你在投稿之前呢 你必須要跟你的朋友先玩過 然後拿到他們的好評 才可以進行投稿 那在投稿之後呢 好像是可以去試玩的 然後你試玩之後可以去給這張地圖讚 或是你做的好醜這樣 那評價最高的地圖呢 會在隔幾天開放24小時 給全球的玩家去玩 就像是平常你玩的地圖那樣子喔 也可以拿來爬杯 應該啦 應該是可以拿來爬杯 然後地圖編輯器也新增了金庫和搶新的模式 去給各位去設計 在足球模式裡面 我有看到喔 好像也新增了傳送裝置 可以去做拍攝 那上面這些就是這次荒野叔叔的內容 照理來說呢 主題既都會是大更新 但是這次更新的內容真的是不多 可能是因為要舉辦世界賽的關係啦 才會這樣 因為像是去年啊 在打世界賽之前是完全沒有更新的 所以這次有更新呢 可以說是... 呃 有點佛心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荒野叔叔的內容啦 過幾天有關於新角還有這次更新的一些小消息呢 會再做額外的影片給各位看 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